使用Verb运动摄影机之前 请先将相容感应器与摄影机配对 在手表上开始进行活动 没有按键的感测器 请先将它佩戴上 准备连线 在Verb上进入无线设定 选择感测器 新增感测器装置 若有其他感测器 按新增即可继续增加 配对完成后 即可开启摄影机进行活动 拍摄完成后 请透过传输线将电脑与Verb连接 也可以取下记忆卡让电脑读取 开启Verb Edit 汇入Verb内的照片与影片 选择建立影片 命名后开始建立影片 将要制作的素材 拖曳到时间轴上 也可以将电脑的档案 拖曳到软体内使用 可以缩放时间轴 方便检视与编辑 在编辑里可以旋转切割或插入新素材 在照片上快按两下 可以编辑照片播放的时间 接着进入G-Metric 可以直接套用范本 或是在仪表页面 选择资料类型 直接拖曳到想要的位置即可 点选右下角标志 可以调整大小与方向 进入外观可以编辑颜色 选择资料 可以汇入朋友 或是没以Verb配对的资料 点选汇入G-Metric 也可以直接将装置连接电脑 直接拖曳或浏览电脑上的档案 勾选需要的资料 并使用词记录 选择资料的装置来源 按下查找仪表即可 将想要的样式拖曳到画面上 在转场项目内 选择每段画面的转场方式 透过音轨或是文字项目 可以加入想要的音乐与文字 影片制作完成 请按右上汇出 设定影片格式与汇出位置 选择片头或片尾的字样 最后再按下汇出即可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